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 麦克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诊所的一个真实案例 我把这个真实案例的名称叫做久违了的蓝天 有一位西小姐今年55岁 当我第一眼看她的时候 觉得她其实像重病缠身六十几岁的女士 和她自己称述她四个月前有着天壤之别 原来的她对生命非常热情有活力 那她平常喜欢写写东西 喜欢摄影 喜欢跳跳中东的肚皮舞 生活十分精彩缤纷 但是在一个父亲节的清晨 这一切都变掉了 她一如往常在公园慢跑 当天就想着 晚上要怎么好好的犒赏老公 还有这个女儿们也 儿女们也这个难得回家吃饭 所以要准备什么菜色呢 就这么想着想着 一个不留意就跌了一跤 那后来被送到医院以后 检查出是一个锁骨的骨折 那虽然在医院固定了以后她回去 但是每天痛苦不堪 那期间她其实看了很多医生 那病情没改善 又恶化成了这个冰冻间 就俗称的五十间 那这些问题呢 让西小姐的这个日常生活品质 严重受到影响 她以前喜爱的这些休闲事好 都没办法做 那此外呢 平常日常生活的穿衣服啦 梳头发啦 夹菜呢都有问题 所以她跑遍了各大医院诊所 然后中西医也试过 那但是都还没办法好转 后来她是在第十一个医师 看了四次以后 那没看好才介绍过来我这边 那第十一个医师 其实是我同学啦 虽然我很表示说 当时我的压力很大 因为十一个医师没看好 而且四个月 都还没有骨折愈合 而且疼痛还是这么厉害 一般其实说骨骨折 固定好的话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已经好了 但她这么久都没好 所以花了一两个小时听她哭诉 她这四个月以来的痛苦啦 还有这个伤病的发生过程 那当然我首先给予她安慰了 那很诚实的告诉她说 我只能尽力 因为前面很多好医师都 还没办法帮上忙 我们也是希望尽量能够让她改善 那但是除了帮她治疗 我先帮她做了一些检测 那因为我觉得 哎怎么别人跌倒 没有说就少部分的人才会骨折 大部分是不会骨折 那而且我刚刚讲了 一般都是这个一个月左右就好 但是她为什么四个月都没好呢 所以是不是她的矿物质啦 或是维生素D不足 那后来做了检测 发现确实是这样 那而且因为她心情非常忧郁 所以我也帮她做了一些检测 看看说 她这个血清素是不是不足 因为血清素不足 通常都会心情不好 或者是忧郁 那后来当然都是 这些问题都确实是存在 那就帮她做了一些物理治疗 放松她紧绷僵硬的肌肉 而且给她一些补充 身体缺乏的这些物质 像刚讲的维生素啦 矿物质这些 那给予一些点滴处理比较快 加上也给了一些抗自由基的伤害 那当然还给她一些 慢慢调理回身体骨质啦 还要控制发炎的这些食品 让她每天在家里服用 其实第三次她回诊的时候 我问她说 有没有好一点 她的回答不是说 有或没有 让我很感动是 当时她含着眼泪告诉我说 这是她四个月以来 第一次在床上 躺在床上看着窗外 是看到蓝天的 我那时候有点不解 觉得她的回答有点深奥 那后来她接着告诉我说 因为她这四个月以来很疼痛 所以晚上常常要痛醒 而且痛醒好几次 所以眼睛一张开 怎么还是黑夜 眼睛一张开 怎么还是黑夜 那后来我们治疗三次以后 居然可以回去 一觉睡到天亮 所以一张开眼睛 就看到窗外的蓝天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所以 这也就是 我把这一个真实案例的 名称叫做 久违了的蓝天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有的时候 你受伤了 或是有一些疾病产生 其实不是只有去治疗 应该还要去找找 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找出原因以后 比较能够非常准确地 去朝这个方向 去做治疗或调理身体 此外 也可以尽量避免 以后有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大家好 欢迎收听 医师的音乐厨房 今天呢 我尝试自己一个人 来主持这个节目 陪大家度过这个小时 我在想 我之前好像没有 好好的介绍过我自己 所以今天呢 就打算好好来 介绍我自己一下 那我是李兆林医师 我是从事 抗衰老功能医学 什么是抗衰老功能医学呢 其实大家可能 印象中的医院 或是诊所的医师 他们是通常在 你生病的时候 他们从病理的部分 来帮助你 解决你的问题 无论你现在是 急性的伤害 或是一些慢性的疾病 或是一些重大的伤病 他们是从病理方面来 帮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但是在健康的部分 或是在生理部分 出了错 那可能他们相对 就比较没有 从这一块来帮助你 那抗衰老功能医学的医师 主要就是从 你生理功能出现的问题 虽然你现在可能没有病 或是你现在有慢性病 但是你觉得你生活品质不好 你的身体的机能下降 那通常就需要 去从生理的角度 去帮你把身体机能调好 让你的身心功能 健康化 甚至更优化 让你的生活品质更好 那今天 我想要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最近的一些创作 那其实我有发行过 两张的这个实体的CD 那创作专辑 那第一张是 医师的音乐处方第三集 里面有九首国语 一首广东歌 那另外有一个叫 医师的音乐处方第四集 是有八首台语歌曲 那有些电台或电视台 访问我的时候 无论他们是健康节目 或是音乐节目 他叫我介绍一些歌曲 那当我跟他们讲说 我蛮喜欢长江这首歌的 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这首歌叫长江 有点敏感 他们怕这个政府方面 或者是主管单位会不太高兴 所以不敢播放 但是其实我想 如果因为这个名称而就害怕 那就有点太 怎么讲呢 就是说有点反应过度了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自己 我自己是台湾出生的 那当然我非常热爱台湾 甚至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从国外飞回来台湾的时候 光是在这个桃园机场的上空 看到台湾的这块土地 我都会感动到掉眼泪 那所以其实我想 我是非常热爱台湾的 但是呢 我也不忘 我的祖先是来自于大陆 那我的父母亲是广东 朝阳人 那朝周人 那所以我想 我不能忘记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 其实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 所以我想长江 其实大家不要过度的反应 那这首歌呢 其实是我很少有的合唱的歌曲 除了我本人以外 还有另外一位合唱的女歌手呢 她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人士 她得过大陆的这个中央电视台 流行歌曲的这个比赛第一名 等于是那一年 她是全大陆 全中国大陆流行歌曲演唱第一名的人 那她自己发了好几张专辑 那她是在江苏无席 她还是无席的这个旅游大使 那叫做钱林女士 那她现在呢 除了音乐的发展以外 她在大陆的一个大学 应该是叫东南大学 在江苏省的 在当音乐系的副教授 那当地的这些歌唱比赛呢 都会请她来当当评审委员 所以她在当地是非常知名的 那这首长江呢 本来是我一个人唱 我作词作曲以后呢 我就把她给唱 就是在录音室配唱了 结果呢 因为她是这么知名 这么厉害的一个音乐人 所以呢 我就请她听听看 她喜不喜欢 那结果她听了以后呢 就跟我说 林女士啊 这首歌我太喜欢了 非常大气 非常有这个中华儿女的情怀 那所以呢 她就是说 能不能一起来合唱呢 那我是非常的高兴 求之不得 那我就说 好啊 但是能不能麻烦你 非来台湾我们一起 在台湾的这个录音室来录呢 我顺便 因为当然我是词曲创作 我比较知道这首歌 可能要怎么样表达会比较好 结果她真的就飞来台湾 录制这首歌曲 那而且她告诉我说 她平常在录音室 通常都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可以录好一首歌了 因为以她的程度很快就好 但是呢 这首歌 她居然录了 这个三四个小时 因为这首歌 其实不太容易唱 而且本来是男生唱的 女生要去唱这首歌呢 那个调key要很高 不太容易唱 但是因为她声音太好了 所以高音的地方 也可以唱得到 只不过就是说 中间有一些表达的部分 我们互相有一些意见 所以录了比较久一点点 那录出来以后 我们也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背后呢 合唱的部分呢 我们她也请了她们学校 十个年轻的这个学生 来帮忙合唱 这个背景的这个合音 非常的好听 所以我们现在想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这首 《长江》 这个唱歌 讲ова 影准录 你我来自不同家乡 任务失命不太一样 心中却又 共同渴望 人生无憾精彩灿烂 今生有月红尘相奔 雄心壮志儿女情长 舍我欺谁 当仍不让 期盼有朝思海迷洋 长江啊长江 放着了我的能量 昂首阔步追我梦想 抵头喊笑意你不恙 长江啊长江 周全了我的思想 远了梦当岛水飘香 开了窍等离个高潮 今生有月红尘相伴 雄心壮志儿女情长 舍我欺谁 当仍不让 期盼有朝思海迷洋 长江啊长江 放着了我的能量 昂首阔步追我梦想 低头喊笑意你模样 昂首阔步追我梦想 长江啊长江 周全了我的思想 远了梦当岛水飘香 远了梦当岛水飘香 开了桥当离个高潮 长江啊长江 放着了我的能量 昂首阔步追我梦想 低头喊笑意你模样 长江啊长江 周全了我的思想 远了梦当岛水飘香 开了桥当离个高潮 滚滚长江 远远流长 日出东方龙的家乡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中国风 那我们接下来 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首歌呢 是叫做 宝贝请别发脾气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呢 因为第一 这首歌呢 通常在网路上 点阅率相当高 就是排我们所有歌曲里面 前面的 应该讲前三名 那我那时候一直在纳闷 其实这首歌 国语版并不是我 心目中排前三名的 但是为什么 在点阅率会是前三名呢 那我想 因为名字取得好 因为它叫宝贝 请别发脾气 现在的人 第一就是因为压力很大 那或者是工作很忙 那这个我们常看一些 比较刺激的一些影音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 情绪比较难控制 那大家知道吗 一个人 他如果经过五分钟的生气 五分钟的动怒 他的抗体就会下降 而且这下降的时间 可能会七到九个小时 那相对 如果是你有五分钟的关爱 喜悦的话 你的抗体会比较提升 那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你让别人 或让自己生气动怒 五分钟就好了 他可能 他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所以我相信 你不想让自己 或是你亲爱的亲朋好友 因为生气 尤其是生自己的气 然后导致免疫下降 然后感染生病这些事情 所以呢 下次 如果你自己生气了 或者是你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生气了 但是你又 说不出 对不起 好像有的时候 道歉不太容易 那也许你可以播放这首歌 宝贝请别发脾气 让对方 能够消消气 这样子 他的免疫就不至于下降 就比较不容易生病感染 那这首歌呢 其实他有三个版本 他有国语 他有台语 他有粤语 我一开始是先做台语歌曲 叫做 Dambua NG Pong Bi Dambua NG Pong Bi 一点点的 腌汁香味 那 待会我会播放 那 Dambua NG Pong Bi 他在心中飘来飘去 就是有一些些的 这个腌汁香味在心里 飘来飘去 表示说 你很思念对方 我们有的时候写歌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 很直接 很直白 我想你 想念你 那 比较喜欢写的 比较 含蓄一点 那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心里面 有你的香味 那就代表说 我想念你了 那 还有这个叫做 粤语的版本 粤语的版本 叫做 今生 紧握你手 那这首粤语的版本 是在 第三个 写的 就是一开始是 先写好台语 那之后呢 写了国语 那之后再写 粤语 那这三个版本呢 其实我自己呢 最喜欢的 可能是台语的版本 那但是呢 我的好朋友 郑敬一先生 跟我讲说 他最喜欢的是 我粤语的版本 那 因为这三首歌 都各有各的 这个 不同的歌词 完全不同的歌词 歌名也不一样 所以各有各的味道 各有各的 意涵 那 我 现在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三首歌 那我们请 我们先放 这个 播放这个 国语 宝贝 请别发脾气 因为毕竟 它 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 或自己把气 消消气 降降火 这样对他免疫会比较好 身体比较好 第二呢 我们会来播放这首 叫做 今生紧握你手 如果有一个人 身边有一个人 跟你讲说 我今生紧握你手 你会不会觉得非常感动 我想应该是 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 那第三 就是叫 Dombo NG 旁边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你的香味 你的 名字 你的 身影 在你的 在他的心目中 那边飘来飘去 在脑海里面 飘来飘去 那我相信 你也会觉得非常感动 那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首 这三个版本的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都是我的错 又惹火了你 别对我不才不离 别发背景别发脾气 再说一声对不起 没怕过什么 只怕你哭泣 尽快快退火消气 人若水已三千 只去一飘饮 时间会证明我的真心 有你的思想 背负能量站立 感情一旦结冰 那就嗨 哗啦啦啦 稀里里里 鸡皮疙瘩掉满地 求求你 别把我 推进苦海里 我们应该 天天秘密 一辈子尚未相依 下次再不怪 把我散战出去 这样你是否梦目 旺一般满风 惊慕 借愿随书影 倒数 夜游游外抱 静静听吐告 我俩流连与情路 月雨声提早 共同 夜风及花香满的气氛 浪漫的气氛 借一切添增 帮我俩幸福预告 有你在身边 有你在身边 将腹躁得到金路 白饭加水 夜隔美好 如果有一天 你对我 定我身边 冷淡我 甚至对我艳倦 就 嘻嘻嘻嘻 嘻嘻 放湿上 请你保证 今生绝病 孤零零 冷清清 心中的期望 结冰 我俩应该 长相厮守 相亲相爱 直到不求 险境一喜走 委屈不开口 今生更压你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披抹的旁边 朋友的高价 也将到你 你别去小想 把人的富贵 我妈不真乱去 当吃粉蜜爱欧 若无你 嗲嗲嗲 粉不护蹄 心不如死 风吹蹄 风吹蹄蹄 风吹蹄蹄 好路为你 你头买买去 我愿意 我伴你 像日 想好我伸 不管在当时 有你 在心里 口哭也笑 蜜蜜 蜜蜜 不管在当时 有你 在心里 口哭也笑蜜蜜 蜜蜜 你的啥 你的香蜜 香蜜 在心中 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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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这三个版本的歌曲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歌曲呢 都是我在2018年的12月27号 发行的专辑里面 我发行了两张 一张是第三集 一张是第四集 《医师的音乐处方》 那第三集是国语的 里面有十首歌曲 九首国语一首广东歌 那第四集呢 它是八首台语歌曲 我在同一天发行 那这个《医师的音乐处方》呢 当然希望是传播正能量 因为上面写着医师嘛 以医师的立场 希望透过这些音乐 能够带给人一些身心的舒缓 或者是疗愈 放松 那更希望说听了这些歌 会有所感动 有所领悟 那因为里面有写很多的 是关于家庭 那写关于妈妈爸爸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来看看 那当然也有关于爱情的啦 或者是关于这个励志的啦 所以我们讲说 这张专辑里面呢 是从摇篮到天堂 摇篮就是我们的摇篮曲 到天堂 在天上的你好吗 那从姑娘到爹娘 因为有情歌 也有写给爸爸妈妈的 从陆地到河江 有这个找出口的路啦 那到这个长江呢 那所以呢 这张专辑是比较 比较全方位面面俱到 希望对各种人 各种环境 各种处境 都有所 有所帮助 那里面每一首歌呢 可能都有一些对应 例如说 我们的这个摇篮曲 当然是安抚书眠的啦 那歌颂母恩的 当然就是我最亲爱的母亲啦 那也是柔情道歉的 就是向宝贝 请别发脾气啦 那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一首歌是 我录制的第一首国语歌曲 那这首歌曲是写给我的父亲 那我父亲呢 他在多年前就已经是往生了 所以我希望写这首歌 送给我的父亲 让他知道 虽然他人在天堂 但是我还是依旧非常想念他 依旧非常的怀念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那些点点滴滴 那这首歌呢 有幸在我发表以后呢 这个我们的空军司令部 之前因为有一个 这个黑鹰战机的失事的一个事件 那他们要拍一个MV 来纪念这些 这个罹难殉职的这些将士们 那他们就选用了我这首歌 来当做背景音乐 那来 在悟念这些 为国捐躯 非常 这个非常英勇 非常 让人家难忘的这些将士们 那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天上的你好吗》 作曲 李宗盛 《天上的你好吗》 不就一个空间之隔 能否暗示什么 让我知道在天上的你 在为我喝着 在为我喝着 我的快乐 在哪儿呢 明明之前还在等 我寻着猜着 是否随你走了 说过 说过我是你最疼的一个 在门里就晓得 让我想你的泪水 翻了成河 你一切都好吗 到底住在哪儿 平常都在做些什么啊 知道我在想你吗 祈祷是否被长大 从天上看我是否清楚啊 请多梦好吗 多带些时间吧 有太多还没对你说过的话 当年一起在的话 是否也在你身边了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会陪在你那儿 上花 走进有你的梦里边 走进有你的梦里边 不是在却宝贵的相见 你坐着笑着 倒着你我从前 好久才能见这一面 盯着不够时间 能否在梦里住个十天八天 你已离开多久了 苦痛还在吗 可否为你做些什么啊 你的耳朵 你的耳朵痒痒吗 是的我在想你了 从天上听我说话清楚吗 请多梦好吗 多带些时间吧 有太多还没对你说过的话 我们一起听得唱 我们一起听得唱 随着记忆回甘了 总有一天 我会陪在你那儿 品尝 品尝 其实 即便我已经创作了这首歌 有一段时间 我有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还是忍不住会掉下眼泪 希望这首歌能够安抚那些 有亲朋好友 已经往生在天上的 这些听众朋友们 健康补给站 健康补给站 各位朋友们 你睡得好吗 你睡得熟吗 你睡得够吗 你的睡眠品质 是不是良好呢 其实 据统计 男女老幼 其实每个人都有 失眠的经验 即便是小baby 她也可能会有睡不好 失眠这样的情况 那年长的人更常见 那在 一般的成年人来讲 其实大概 失眠的人口有30-40% 那慢性的失眠 大概有10-15% 我个人是觉得 有可能会再更多一点 那什么是慢性失眠呢 就是你一个礼拜里面 有三次的失眠 然后这样的情况 持续一个月以上 当然你如果没有去理她 那你的精神会不好 体力会不好 你的表现会不好 可能你的记忆力也会变差 你的身体的机能也会失调 那一般失眠通常有很多种原因 每个人的失眠都不太一样 那你睡不好 有可能是你的基因 你的家族有这样的失眠的遗传 当然这是一个 第二个当然你可能有压力 紧张 那这个当然会让你失眠睡不好 那有的人是因为 你喝了一些刺激性的饮料 比如说过多的茶 过多的咖啡 过多的兴奋的这些饮料 当然也会导致 那有的时候是你在睡眠前 你吃了太多的东西 那太饱 太这个大餐 那这样当然也会影响到睡眠 然后还有就是 你身体有发炎的现象 有疼痛 那这样当然也会引起你的这个 睡眠品质不好 或是失眠的情况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不够 我们脑里面呢 让我们脑的这个活动 它会需要一种叫神经传导物 它让神经跟神经之间 可以互相的传导沟通 那一些帮助睡眠的 例如说安抚型的 像血清术 它如果不足的话 那当然这个人可能会睡眠不好 甚至有可能会忧郁 那或者他兴奋型的东西太高 例如说是肾上腺素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他有压力有紧张的话 这些肾上腺素太高的话 那当然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那怎么来改善睡眠的问题 因为我刚提过了 每个人这个睡眠的障碍 失眠睡不好 这些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那所以呢最好是做一些检测 那这些检测呢 当然包括一些 我刚刚提到的神经传导物 那你只要解一个小便一分钟 其实就可以 可以知道你的这个 安抚型的东西是不是太少 或者是你的兴奋 刺激型的东西是不是太多 那我们就有办法去 好好的去纠正它 其实这些都不需要吃药的 所以如果你有失眠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要一开始就想到去吃安眠药 因为这样子是会对你是 长期来讲是负面的伤害 其实我们最好是用一些 这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 生活形态来改善 那当然一些饮食 那怎么去 这个当然是要专业的人员 来跟你指导 但是我刚刚讲的检测也是很重要 看看你的脑的神经传导 是不是有异常 或者是你的这个脑波 是不是有异常 那这些像我刚刚讲的神经传导物 只要你解个小便 一分钟就知道 那你脑波的检测可能也是三五分钟就知道 所以很简单的一些检测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原因可能可以找出来 然后针对性的去处理 然后针对性的去处理 这样就可以得到比较良好的睡眠 也就可以让你的精神体力 比较正常化 甚至比较优化 那过着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品质 还有你的工作表现 各方面就会比较好 医师的音乐处方 接下来要再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好听的歌曲 那我自己是医疗人员 所以我非常知道所有医疗人员他的一些心酸 那我讲的医疗人员当然包含医师啦 护士啦 检验师啦 药师啦 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这些 跟医疗有相关的这些人员呢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要牺牲一些自己的时间 要值班啊 要照顾病人啊 医师手术他也必须要把整个都完成 不能讲说下班时间到了他就离开 要把整个任务都完成 才能够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那所以有的时候呢 当这个医师的另一半 或是医疗人员的另一半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心酸 我之前本来想要写一首歌呢 是要这个安抚我们的 医疗人员啊 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嘛 所以我会比较知道我们的这些医疗人员的辛苦啊 那所以呢本来写一首歌 他后来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没有试试出啊 我觉得好像写的太过 呃怎么讲太过完美了啊 那好像有点歌颂医疗人员 虽然我觉得是值得去歌颂 但是呢 呃后来我怕会有这个反效果 所以呢我们就反过来写一下 呃医疗人员的心酸啊 那最容易体现这样的就是 莫过于我们啊 呃 警守纲位在我们的呃医院啊 或诊所啊 医疗的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现场啊 帮他服务这病人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啊 呃 错过跟家人的约会啦 呃 跟家人的聚会啦 呃 那甚至有的时候值班要一整个啊 晚上是没有回家的啊 那呃 呃 我自己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当然好像是每三天我就要值班一次啊 那尤其我记得我在呃 新婚第三天呢 我就要值班啊 所以我我也很感谢我的呃 另一半呢 他可以体谅啊 医师的这样的一些呃 工作上啊 的这个付出啊 那我们的付出 当然家人也要另外 呃 他们也是要付出啊 付出一些呃 寂寞啦 一些等待啦 啊 一些孤单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所以我讲回来 我写了一首歌叫做 医师娘的命运啊 这时候医师娘的命运呢 就是呃 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太太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呃 想法 或者是有这样的感觉啊 那当然 后来听过的人呢 那医界的人 他们觉得呃 有同感 那当然 还有一些非医疗人员 就是 有一些呃 呃 女士她的先生 她必须要呃 做生意啦 或是要这个呃 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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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回家陪家啊 我自己的灵感 都没有人 人家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些人 你去看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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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哪里 你去看哪里 最有点 你去看哪里 爱情骨散 我只穿心头乱红红 夏天阳 把人是真心门头红红 把人的铁销唤凉顺 我望你来背伴 夏天阳 两千个岁岁我无设置 把人的爱人想着出门 我望你来背伴 我望你来背伴 我望我愿 我望你来背伴 我望你来背伴 背后的这一刻 我要你来背伴 作词吗 然后你来背伴 我望 听说我心里足够闻 当情说不及几闻 啊 风魂 能早起山听我吃凌饭 能牵手伸步我没出门 我等你卡电位好软 啊 风魂 能小酒适给我向来找门 能整天导演我等浪昏 这更是滚的命运 啊 风魂 能早起山听我吃凌饭 能牵手伸步我没出门 我等你卡电位好软 啊 风魂 能小酒适给我向小吻 能整天导演我等浪昏 这甘是山心里有的命运 啊 风魂 还有我等你带过来 尝噻 未来我等你 为你 我等你 我等你 只不你 我等你 我等你 伊斯娘的命运 我非常的感谢 帮我编曲的是 罗贝多老师 他是用一种 这个叫巴萨诺瓦 巴萨诺瓦这样的一个曲风 来帮我编曲 自己也帮我配乐 这个吉他的部分 还有他一些国外的 一些乐师 帮忙其他键盘这些部分 这首歌我们也很感谢 有个阿根廷的录音大师 Amilcar Gilbert 这个那时候他刚好来台湾 那也帮我们做了这个录音的部分 所以这首歌是真的超强卡诗 在配乐跟音乐制作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 另一首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他是在收藏在我的这个 伊斯的音乐处方第四集 第四集是台语专辑 那他摆在第一首 摆在第一首当然表示他很重要 我很重视 那这首歌呢是叫做爸爸妈妈 他的这个处方功效 当然就是及时行效 听了以后希望你有所感动 那也有所行动 那今天是5月24号 是我一个小孩的生日 那我在这里就祝眷容 生日快乐 学业进步 那也希望你听了 待会这首歌呢 有所感动 有所行动 有所行动就是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那这首歌是由我作词作曲主唱的 收录在伊斯的音乐处方第四集 是个台语歌叫做爸爸妈妈 那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音乐处方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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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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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多多 时间过得很快 一小时的时间 已经快要过去了 很谢谢你今天 收听我们 一时的音乐厨房 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天 五点到六点 同样时间 您可以继续收听 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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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节目感谢中华身心优化协会提供